我今天要分享我来美国第一个星期发生最尴尬的事 刚从台湾搬来美国的时候 因为没有取英文名字 所以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我的中文名字 Min M-I-N 我记得我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 走进下园里 发现很多同学都会跟对方说 Hi, man 当下以为他们都在跟我说Hi 所以我也会招手Hi回去 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跟对方说 不是跟我说 让我超级尴尬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身边的美国人都很友善 所以就算他们不是跟我说Hi 我先跟他们打招呼 也是我对他们一个友善的行为 但是这个就是我来美国后 第一个星期发生最尴尬的事 我先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